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你想知我分享 好久沒有拍這個題目 由觀眾決定這條影片我分享些什麼 今天是很多不同的種類都有的 護膚品、化妝品、廚具、中醫 總之是否有興趣的話就不要錯過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第一個是頭髮用品 有些空泛,我不知道哪一類 就什麼都分享一下 最常用又是他們Return的洗頭水和護髮素 這個對於防脫髮、防脫髮 我都覺得是挺有感的 要他們兩個一起用 護髮素是要塗在頭皮的 已經用完了 然後另一個是這個Hair Treatment 它是介乎於在護髮素和髮膜之間的質地 又是剩下很少 都擠不到怎樣出來的了 對 這個是一個日本牌子叫做UKA 用起來很舒服 它不是很厚 或者是令到頭髮很重 是輕生而做到一個令頭髮滋潤的效果 我都覺得是很喜歡的 所以都空平了 然後呢 就是Eve Hoche的這個 應該是新版的抗熱精華 它舊版是白色的 那個我不喜歡 因為用完之後 頭髮會黏住一束束 但新版的這個 你見到我都用了一半以上 差不多三分一了 它是擠了出來 比較上一個輕的Lotion狀 不會說很厚的 塗在頭上 然後去吹頭 或者去夾頭 我也覺得是做到一個 不會令頭髮很悍的感覺 吹完之後 頭髮不會說太過獅子王的感覺 之後就到小清晨 這套Stardust的N35 都有幾位觀眾問 這個我是一半的 它是一個加強版的N3 但在我心目中 它超越不了我對於N3的喜愛 由一打開出來 用那一刻 我已經覺得沒有以前那麼喜歡 第一它沒有了中間 隔著面膜的筷子 很麻煩 你要拆開的時候 要用心 我知道這個是環保的一件事 但如果以這個價錢來說 我由打開它出來 我已經希望享受全面膜的過程 我不希望有任何一個覺得 又要做這個又要做這個 第二就是它的精華 是超級涼的 其實N3已經是有涼感 但N35真的很涼 加上它的剪裁 不太適合我臉 它們兩個的面膜是不一樣的 它真的太貼了我的眼睛 它不停地把精華流到我的眼睛 加上它這麼涼 是很刺激 但是它的精華 敷完之後 你看到皮膚修復 皮膚的水潤感 所有東西都很好 除了中間敷的過程 我不是太喜歡 所以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還是會選擇N3 然後也有朋友問N30 就是它們的一個抗腦霜 這個我是超級喜歡的 看上去跟一般的面霜沒有分別 但是第一次摸已經覺得很哇 它是超級輕飄飄的 你是完全想像不到一個抗衰老面霜 是可以這麼輕的 然後很好推 然後它是很潤的 所以就不是每個人都對的 如果你是跟我一樣 有些年紀 乾肌的話 你會超級喜歡的 但是如果你是比較年輕的肌膚 我覺得你不需要用它 或者你是一個中性偏油 混合性油性的肌膚 都是不對的 它真的相對比較潤 我看到也有人問它們新的M8 舊的M8就是這一支 新的M8我也有 在市區我開了一支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裡面多了一些粒粒 綠色的 我自己的感覺 就是新版會是保濕感再強些 舊版我就會覺得是清爽些 看看你喜不喜歡它更加保濕 其實它的成分是多了一個臘穀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這樣就會修復力會更好 我喜歡舊版的清爽 然後又喜歡新版的修復 兩個我都喜歡 總之M8就是一個我很喜歡的精華 有一個叫Inseldame 這個Inseldame的牌子我剛剛接觸 剛好有三個他們的產品在手上 拍這條影片之前用過一次 就不是一些很深入的用後感 我會說一下它的特色 就是它有一樣東西叫做BOOSYBOO BOOSTER噴完臉 然後用SERUM去塗臉 再用BOOSTER噴臉 這個步驟是你用到皮膚足夠滲透力 你覺得保濕感 所有東西都足夠就可以下一個步驟 我自己覺得用起來都是比較適合乾肌的 而且它用完之後皮膚的光澤感是很漂亮 然後之後要記住不要拍 這一個是整天的手 就是習慣了你塗皮膚的護膚是要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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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 令它吸收的嘛 這一個是不用的 它是要你塗的 我自己今天都覺得效果是不錯的 但是再深入一點點的話 就要等我用久一點 然後就到這個Caudary白泥露唇系列 我就手上用過它的SERUM 然後它們的CREAM 還有這個NIGHT CREAM 這個系列我都是建議一些比較容易水腫 然後你會覺得自己需要提升抗皺的肌膚去用的 它們是相對溫和的 不會說你用完馬上整個臉戳起了又沒有那麼神奇的 比較偏奶狀 然後好好推好好吸收 我覺得用了這個精華加上它的面霜 焦了你發狐種的一個概率是會低一點的 它是有一點點的香味 但是很天然很舒服的 不會弓鼻啊 不會是那種很香精的感覺 然後質地呢 它這個CREAM是油滑的 你推開就會感覺到它的潤感 太多了 它跟N30的感覺就是N30 那個去皺的效果會強一點 但是這個那個油滑皮膚的效果會好一點 去浮腫的效果也是好一點的 那就要看回需要了 然後它的NIGHT CREAM 我就覺得是香港的天氣 除非你是很熟靈機 真的很乾的人才可以用到 不然我覺得一般的情況下 你用回它的CREAM 或者是你真的覺得 差一點點了 真的很乾的時候 你再加一些Facial Oil 我也覺得已經是足夠的了 那就到化妝品 有朋友問MAKE UP FOREVER的新產品 這個是MAKE UP FOREVER 它們最新的HD Skin Hydra Glow 是光澤型的粉底 你看到流動性是高的 一推開它是超級有光澤 是水光鏡光的那種 你問我呢 我作為一個乾肌 我很喜歡一個底妝是有光澤的話 我是很喜歡它 它不算很高的遮瑕 但是可以建立的 不過我自己也喜歡用它 做一個很自然的透亮水光 好像韓劇女主角的那種 真的可以做到的 然後你再用重點遮瑕 你想遮瑕的東西就夠了 持久度 在現在這個天氣 比較凍乾的時候 我覺得是OK的 但是去到夏天 就要看回夏天的時候 可能定妝的時候會做得好些 現在你看到這麼白 但是過了半小時 會比較貼近我的膚色 我用的色號是1N10 其實我覺得我用到1N12 甚至1N14都可能可以 但是因為我會遮瑕 可能之後用的碎粉 然後胭脂 然後陰影 所以我自己也是喜歡 用一個比較白一點的粉底 這個是個人喜好 你看到它這麼久 那個鏡面還保持著 它不會變成霧面 所以我終於是看到他們家族 有這個光澤型 新成員是很開心 下一個是關於遮瑕的 我手上是最常用的 那麼多 應該大家不會陌生是Tarte的 shape tape 我就說了很多年了 到現在都在我心目中佔一直位 它的遮瑕度是很高 然後做到一個你重度黑眼圈 可以是點一層 基本上是遮了八成的 但是它的妝感比較重 然後它不算顯光紋 但是也都不會修飾到一些眼紋 它有很多版本 我覺得它最新的Radiance 我都挺喜歡的 它是比較光澤型的 剛才的shape tape 它是沒有光澤的 你塗完再上碎粉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我會用來做一個眼底的打亮 所以你會看到為何是同一個牌子 但是我都是買不同的顏色 一個我是買medium 35N 另一個我就買light medium 29N 然後呢 就到又是不敗的了 NAS的Soft Matte Complete Concealer 這個我的顏色是Custer 很神奇的 它遮眼底也可以 遮暗瘡也可以的 它好像磁石一樣 吸附了皮膚 又不會很厚 你在碎粉上面再加一層 就可以了 然後到NB 這個你見到我用都不算很多 是薄薄一層的 它比較上潤 但是它比較上容易走位 它不算很薄到皮膚 但是呢 如果是天氣很乾 或者是我眼底的情況很差 我都會用它 不可以就這樣上 你記住一定要先拍開它 不然就糟糕了 你真的拍開它 然後再用這裏的份量去拍 它的眼睛 薄薄一點 它做調色是不錯 但是如果你說 你本身眼底不乾 我覺得就不需要用它了 之後呢 就到Make Up For Ever的 他們的HD Skin 這個我是覺得 用在眼底下 真的很水潤 它的遮瑕度中間 不算很高的 但是可以慢慢堆疊 還有這個3.3R 是做到一個很好的調色效果 你那個黑眼圈 真的用了這個三文魚色 去調色 之後會容易遮瑕很多 它的質地是比較 奶油的水狀 它不會很奶油 但是也沒有去到水 這個顏色我真的覺得 調色是很好 然後最後就是 Amani的這款遮瑕膏 其實這個顏色 就不算太適合我的3.5 但是我真的很喜歡它的質地 它真的做到一個很滑 它的遮瑕膏 滑的時候就會明白了 它又很滑 然後是很自然的 它的遮瑕度也是中間 不算很低 但是也不是說一下就遮瑕所有的瑕疵 然後它是有點像遮瑕膏 再加粉底 是它的粉底 一個很滑的質地 所以我覺得在眼睛的時候很舒服 我就會用在 因為它很白 我就會用在眼睛這些位置做一個提亮 我都挺喜歡的 對了 護膚品 關於扮靚就這麼多了 然後下一個就是關於廚房 大家都是很喜歡看我的煮食 是不是 有人問我喜歡明火煮食還是電磁爐煮食 我自己是喜歡明火的 因為明火我可以看著它是大中小的 就算那個電磁爐是我可以調整那個火力 我都不太知道究竟現在是怎樣的中火怎樣的小火 它大火的時候那個鍋器 我真的覺得是電磁爐給不到的 但是那種安全又真的差很遠 我是試過很多次在市區 差點燒了我的家 我是不小心 下了酒 我又不記得那個鍋裡面是沒有什麼 然後一聲火 我試過是凌晨1點 然後我不知道自己 好像是想煮醉雞翼給我爹地媽媽明天吃 然後我爹地媽媽在房間睡得很安穩的時候 其實我在外面燒廚房 所以有好有不好 我喜歡明火煮食的過程 但是我很怕很怕安全 之後就是豆漿機 還有有人說分享Bruno 這個豆漿機是新的 大家如果有看之前的影片 我是有分享過它舊的版本 舊那個我便給了媽媽 她自己一個人煮 例如煮些芝麻糊 豆漿 紅豆沙 她自己吃就夠了 但是如果我跟金山 這個可以有三碗半的份量 它後面就會有不同的模式 跟舊那個差不多 它多了一個叫做Tama 還有舊那個有沒有呢 應該沒有的 還有Clean 它是有自動的清洗功能 但是我覺得有點廢的這個功能 它也是加一些洗潔精 然後它自己去攪拌 我覺得跟毛是差不多 所以不需要一定去買新的 但是我覺得它的容量大了那麼多 就令到我覺得非常之好 然後它後面這裡本來有一個很好的位置 就是它有一塊膠 我不知道放在哪裡 我有拿進來的 是放在這裡的電製位置 那你洗的時候 就可以沒有那麼容易入水 但是我不小心太大力 我拔了出來 我從此拆不回它進去 總之我覺得它很方便 我做紅豆沙、芝麻糊、豆漿 半個小時內就有得飲 但是它的豆渣 不是 但是它的豆漿不是外面買的 它是有渣的 我就要用一個魚袋 去隔一隔 就可以變回平時的豆漿 看看你們想拍一集Bruno特集 還是有沒有哪一樣特別想知道的 留言也可以 IGDM也可以 我也挺有經驗的 用它們的東西 究竟我是有多少 在廚房製造這個機 除了我所說的豆漿機 鍋膚機 鍋膚機 氣炸鍋 蒸焗爐 電飯煲 多士爐 BAMUDA這個超好用的 如果你喜歡吃麵包 我真的覺得它超級棒 然後有他們的 有一個BUNO食物處理機 即是那些攪肉器 打蛋器 Blang 東西 那些我都有 都不是很多 總之就是我想做什麼 基本上 我都希望家裡可以做到 除了一樣東西是沒有的 我是不喜歡微波爐的 我是抗拒微波爐的人 市區我還會有 做chopper的風乾食物 說起chopper的風乾機 有朋友問 chopper照顧狗狗的日常 是沒有特別的 就是餵兩餐 再加放狗 再加上不停地陪牠玩 以及用很多很多的時間陪著牠 這樣就可以了 chopper有沒有吃一些製品 chopper是沒有的 因為我不太知道 他現在身體上有什麼 有什麼是不要 他也不會告訴我 所以他只在去廁所不暢快的日子 我就會被益生菌 叫做軟便黑性 我把樣子放在這裡 真的很有用 然後回到我 有沒有中醫推介 我是看一個中醫 叫做潘子剛 在德善堂那裡 他是改變了我的人生 我從以前是完全不看中醫 不喜歡吃中藥 到現在我很多年沒有吃過西藥 他真的很厲害 由我濕疹 然後醫治好 但不要聽到這樣 就衝去看牠 因為牠會爆出濕疹 我當時看了牠一個月 我就要辭職 然後休養了一年才可以再出街 是很嚴重的 但牠真的可以令到我的體質明顯不同了 我從以前每個月都要吃感冒藥 紫鼻水 敏感藥 到現在 基本上是比較少病痛的了 真的是這個中醫 但牠就很貴 我提一次感冒是要八百幾九百元 之後 不是說你看一兩次 所以你的身體就會 嘩我好很多 我調理了 你一看 是要看三至六個月的 真的要繼續看 繼續去吃藥 還有 牠不一定是煲藥的 我當時濕疹牠說 很嚴重就是煲藥 但現在我去看牠 基本上都是吃藥粉的 所以每一個人都不一樣的 然後有朋友問我用哪個牌子的枕頭 好不好睡 我現在的枕頭不好睡 伸手種植的技巧 很有趣的 我以前會問別人 我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我要做些什麼 有一個說法 我當時是不明白的 要不你就下太多水 要不你就下不夠水 我心想你說廢話嗎 但現在我終於明白了 很多時候伸手 可能聽一些花店跟你說 三天淋一次水 那你就真的了 計好日子 第三天我就淋水給牠 其實種植物不是這樣的 我現在慢慢學習 我都不是一個技巧 我還是超級新手 都還在研究很多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地方地區 不同的環境 室內室外 有沒有風 開冷氣還是不開冷氣 都會影響了牠的水 而植物最重要就是很簡單 陽光水和通風 這三樣東西 你只要做到一個很好的平衡 其實你就算不下一些絲肥 牠都沒有問題 不會死 當然你絲肥絲適合肥 牠會越來越好 但我自己絲肥 我都是大包圍的 還有有人說 想看我的自家裁員種植攻略 不要開始 真的很多蟲 有很多不同 你人生未見過的生物 它全部都會在那裡 那些泥那裡 全部都是生物 你要不怕這些昆蟲 我本身是怕的 看一看都習慣的 但我都覺得 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 我的攻略就是 你要花很多時間 如果我在這個家裡的時候 我每天都會花一個小時 在上面拔一下雜草 然後去撕肥 淋水 看看他們現在的狀況是怎樣 有什麼要改善 這樣去做 為什麼我種的東西 是不會被鳥仔蟲偷吃 蟲的話 我之前是全軍覆沒的 如果有看我的IG 我的菜心 試過種過另一種菜 都是沒有了 所有的葉都是全部洞 西蘭花都是 後來我現在學習了 就是加一個防蟲網上去 它真的不會再有蝴蝶 飛到橙卵 就不會有蟲 鳥仔 有一個很特別的條件 就是這裡的鳥仔 是看不起我的植物 牠們有人餵 是餵一些更好的食物 所以牠是不喜歡我的農作物 還有很多我都想分享 可能就要留下一次 因為這條片會極級長 我看到有新的留言 就是想看卸妝系列 這個我都可以拍的 因為我喜歡用不同的卸妝油 有哪些是不同的情況 可能是濃妝的時候 淡妝的時候 我用的不同 有化妝和沒有化妝 只用防曬我會用什麼卸妝 然後卸妝膏和卸妝油 我會怎樣選擇 我也覺得可以拍一集 然後香港容易買到的面膜 推介 我就覺得 L'Oreal的這一款 鮮著面膜 萬寧屈臣市都有賣的 它是可以把精華 噴進去這個面膜 做一個基本保濕 是不錯的 AHC的這一款 又是萬寧屈臣市 如果有折頭的時候 我上次是買一送一 這個是非常好的基本面膜 還有這款 萬寧有得買的 我都覺得敷的時候很舒服 看回到時候 價錢哪個便宜一點 我就買哪一款 如果你說是美白的話 我就喜歡Citaphil的這個 它是做到一個溫和的提亮效果 不是說白了幾度那種 如果你說要化出來 要敷完之後很白的話 真的有一種白了一個街 我覺得是小星層的N 但是價錢就可能相差有點遠 我覺得開架的話 你會看到有不錯的保濕效果 提亮效果已經OK的了 我也不期望它可以持續很多天那種 但是可能一些貴的面膜 我又覺得它需要比開架更好 見到明顯分別 我才會覺得好用 接著是手袋 銀包 我換了一個新的卡住 另一集 太長了 還有Glossier的全套 我是沒有用過Glossier的任何產品 所以這個我都是沒有用後感的 我盡量都是想回覆一些我手上有的 可以給大家一些我自己用下來的感受 因為如果我再買再排 再等的話 可能我要出片的時間 就可以排到2025年了 不要緊的大家照留 因為很多朋友都未必知道我用過 沒有用過什麼 我盡量有感受的 我也跟大家分享 這個就是這條片 這個系列的主要目的 理想之 我就分享了 如果喜歡這個系列 你記得告訴我 那我就可以拍密一點 因為我看上一次 是11個月前 我也很心虛 如果你喜歡 記得給個like 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片再見 有什麼想知的話就留言 那我下次的理想之 我分享就會輪到你了 掰掰